各位錶物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主仔 有沒有想過主仔 今天回來也會做一條彩蛋片推介給大家呢? 現在是差不多晚上的灑點 今天也會遇上一條彩蛋片 其實我又帶了一隻錶回家 因為家裏今天有人生日 所以去了和家人吃頓飯 所以到今天會 荔枝角就早走了 希望沒有錶迷摸門釘 鏡頭前面是一隻魔鬼魚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在家拍攝器材有限 所以有一點光是難受的 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鏡頭前面是一隻King of Summarize 前幾天主仔也介紹過鋼帶款 今天介紹這隻彩蛋片推介更少 比起外面 因為是一隻灰藍色的一隻錶盤 你看到他 那天就介紹了一隻彩藍色的魔鬼魚 和一隻黑武士的King of Summarize 今天就介紹這隻灰藍色的一隻King of Summarize 錶面 再加上了放大鏡 和有ceramic的陶瓷圈 今天都和錶迷分享過 其實我挺喜歡精工某些款式 等下先和大家說一下細節位 先說一下Safe the Ocean的系列 一隻海洋寶玉的系列 所以他都圍繞著海洋作為設計主題 那錶盤你看到他好像做了一個魔鬼魚的倒影 今次採用了一個灰藍色的Dial 那天介紹的就是一個彩藍色的Dial 其實三條魔鬼魚在游水 好像我們看著一條魔鬼魚的倒影 在水裡有一個魔鬼魚的倒影 很漂亮 而且錶面的造工和Dial 好像有一點油畫的感覺 你看到一條一條一條細紋 好像一個油畫的質感 很漂亮的Dial 再加上它是一隻Postback的潛水款 有超強的世界級野光 這個超強的世界級野光 分別包括了時分秒針 加上黑度 加上Bestle上面點點 那豬仔就沒有帶這個 平時的手電筒回來 那我就用這個手機照一照這個 燈給大家 照一照這個夜光給大家看一下 那好了 夜光方面其實都很厲害 我用普通手機的電筒照 夜光都很光亮的 真是世界級的夜光 King of Summarize 都是採用了4R的機芯 4R35的機芯 其實跟這個新款的一隻 前陣介紹過一隻新武士 都是一樣的機芯 一個入門級的機芯 老實說 4R的機芯有它的好處和它的賣點 它的好處就是它的價錢會比較貼地 如果它用上了6R的3日鏈的機芯 那價錢就會比較貴了 離地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貼地一點 還有它做了一個橘子圓圈 你看到它很亮的 我盡量給大家看 看到這個位置嗎 它很亮的一個黑色的圖圈 黑圖圈 做了一個單向式的潛水圈圈 120K的 轉角的手感非常之順滑 轉角的手感 一個120K的單向式的潛水圈圈 好了 那標圈圈的bash 我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它有些細緻造工 令到你會覺得它很有心思去設計 例如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圖圈裡面的內邊框 做了一條銀色光深的金屬邊線 外面也是把圖圈縮入了一點點 這裡也有個外邊框做了光深的 其實襯托起來 就會令到圖圈圈看下去更加閃 更加光亮 這個是有一個細心位的設計 也是武士比較硬線條處理 用了零角切角的錶腳和錶殼 你看到旁邊做了打直的拉絲花紋 也是因為SPOTTY的手錶 通常都有護官位 而錶官也放在三點位置 用了比較大顆的錶官 這是武士的特性 武士標款的特性 也是旁邊做了綿密的九下坑打磨 做得很漂亮很順滑 左右兩邊都預留了錶孔 讓你方便更換錶帶 也是拉絲鑑光深 做了一個零角切角的錶殼 有很多錶迷都喜歡舊武士 新款武士有些錶迷都會喜歡 好像朱仔一樣 喜歡新款武士都會 但也有很多錶迷都喜歡舊武士 這個錶帶也採用了灰藍色的錶帶 這個錶帶有防線手紋 有防線手紋 也有Postback的海浪 logo 有海浪花紋的 logo 另外錶購的位置要彈一下 雖然它有製造了不鏽鋼的油環 現在有一個膠袋包著 但其實這個不鏽鋼的油環比較容易硬化 因為你平時套了油環 其實在手腕裡 硬到桌子就比較容易刮花 另外錶購的位置做了SEICO的針購 做了不鏽鋼 上面有SEICO的雙Logo 先看看錶底 我抹一抹它 因為剛剛有些手指無印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這個是螺旋式鎖的物底 做了200米防水 另外寫了4R35的機芯 也寫了Safrara Crystal 最重要是在6點位置寫了Special Edition 這裡寫了Special Edition 一個特別版 中間有Postback的海浪花紋的標誌 有海浪標誌 做了浮雕標誌 反過來給大家看 武士這個撲影其實 之前比較貴一些 尤其是King of Summarize 武士王 價錢一向比較高一些 但今天的豬仔的介紹 比較特偉 因為出了新的武士 所以舊武士的價錢比較貼地 所以我比較喜歡在這個時刻 選一些性價比值高的 介紹給大家 因為新的武士 也沒有藍寶石標面 也沒有陶瓷圈 這個也有放大鏡 也有藍寶石標面 也有陶瓷圈 也有陶瓷圈 所以性價比值非常高 整隻錶因為它做了膠帶 重量也比較輕 127g 你看到我放開螺旋式鎖標關 向上轉動 轉了六七下 那支秒針就開始起動 我踢起來之後 有停秒功能 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那個手感都好 很緊緻的 教到六點多鐘的位置 半格我們教那個日力槍 半格 向下轉動 教那個日力槍 大聲的手感都很好 一架一架跳 我試一下向上轉動 鎖一個標關 大概三圈頂就鎖這個標關 這個標的直徑方面 它的官網顯示是43.8M的標徑 我記得大概都是43.0M標徑 Basol是42M的標徑 43M的標徑屬於大標徑 Luck to luck是48.7 這個Luck to luck 48.7 而厚度是12.8 其實Luck to luck48.7 無視就會令到你有視覺錯覺 因為你會看到Luck to luck 就由這裡 這個角落 去到這個角落 就不是由下面這個角 去到上面這個角 所以你看到視覺上面 就沒有那麼大隻 這個也是無視的學型 其中一大特色 我說過很多次 無視的King of Summarize 學型其實是比較 它自己有個性化 因為不像努力士的水鬼款的標學 因為努力士的水鬼款 通常都是比較圓潤 這個學型 就不像這個有靈角切角的 一個武士刀的設計 好了 我試一下這個 盡量沒有那麼反光的位置 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正面 挺漂亮的 這個武士 試一下拼上珠仔14.8M的手腕 也挺漂亮的 灰藍色的一個武士 戴上珠仔14.8M的手腕 如果你的手不算很大隻 但其實拼了膠帶之後會比較貼手 之前珠仔介紹的兩隻 就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它配了強大 而且戴了 其實我自己戴膠帶 也比較舒服 感覺 因為比較輕身 好了 珠仔推介多少錢呢 這隻灰藍色的武士王 King of Summarize 其實外面大概 它4,900多元的定價 外面大概賣3,200多元 到3,700多元不等 珠仔跟供應商商商談了一個超瞬價 我手上有1隻 下週尾會有3隻 珠仔推介超瞬價 2,898M 2,898M 這隻King of Summarize 灰藍色的special edition 魔鬼魚的錶面 最近跟錶迷聊過這個手錶 他就說如果他玩開luxury的手錶 如果是一些貴的髮廊面 或者一些畫了油畫的面 他通常都會用這些磁漆的工藝去畫 畫到這樣的效果的話 基本上那隻手錶都要十萬八萬 當然豬仔就很少看這些級別的手錶 因為自己都喜歡玩一些比較貼地 但他很開心就很欣賞這隻 他就買了彩藍色那一款 為什麼呢 他就說如果玩款的話 這個Dial真的非常出眾 很值得去細味他的玩味 他玩開luxury的高階錶 居然都會跟豬仔購買了一隻彩色的武士王 不知道你又會跟他有沒有同一個看法呢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再加上還有陶瓷圈 還有藍寶石錶面 還有這個放大鏡 真的沒得輸 希望你喜歡豬仔今天的彩蛋片推介 心動的你立刻行動 希望你喜歡這隻 King of Summerize 武士王 最後我退開時分針 讓大家多看一遍那隻 魔鬼魚臉 試試拉近鏡頭 可以展示到近鏡給大家看 大概三圈頂才能鎖上 鏡頭的鏡頭的鏡頭也比較好 你看到那個鏡頭的質感 做得很漂亮 魔鬼魚在那裡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晚安